尊敬的师父上人 即诸位法师 同修大德辞见 弟子悟道 恭敬聆听大经科著 第280集开示 师父讲到灌顶这一段经著的道理 师再度呼吁强调佛门讲经说法的重要 过去400年前 佛教大小寺院安堂 都有法师 居士大德 讲经教学 大概300年前 以后寺院安堂讲经说法渐渐没落 经颤佛士起来了 寺院安堂 大多是做经颤佛士为主 讲经说法的人没有了 道场变成经颤道场 佛法衰微了 因此 当今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讲经人才 有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 天下第一等最殊胜功德 最大的好事 最伟大的事业 就是造就讲经教学人才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怎么让佛法再兴旺起来 佛门道场必须提倡栽培讲经说法人才 因为没有人讲了 讲得不好也要讲 只要天天讲 不断地讲 慢慢讲 自然有佛菩萨护法神加持 讲久了 假的就变成真的了 寺院不在乎富力堂皇 在乎有没有讲堂 有没有法师在讲经 弟子听到这一段开示 生起无比鼓舞之信心 因想到此事应该由出家众带头来做 出家穿了这一套僧服 天职就代佛说法 是专业的弘法象征 出家人若不发心学习经教 不明教理 修学的方法 专事经颤佛事 就是不务正业 经云 白衣说法 佛门衰向 这句经文的意思不是指 在家白衣讲经说法就是佛门衰向 真正的意思是指出家人不务正业 不讲经教学 讲经教学之事业全部给在家白衣去做 这就是佛门衰向 这才是经文主要的意思 讲经四众弟子都可以讲 出家人是要带头的 出家人若不带头讲经说法 专做经颤佛事就是不务正业 做经颤佛事也必须明白教理 才能随文入贯 因想到香港佛协 每年办三次八千人大型信念祭祖法会 法会中祭祖后都是请在家居士讲经 只有请师父第一天讲个开示 从来没有请出家法师讲过经 师父正熙讲经之道场尚且如此 何况其他的道场呢 从这个地方来看 寺院安堂不讲经说法 固然是出家人自己不发心学习经教之过 在家居士也有责任 在家人只知道要请法师做法会 不知道要请法师讲经 若在家信众都请法师讲经 出家法师也就不得不学习经教了 纵然请法师做法会 先请法师把经参内容讲述一遍 再做法师那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在英国威尔士大学 与赵博士交流 弟子云做三十系念法会 若明教理做法会就是教学 不明教理则成迷信 佛门唱念是佛教的音乐课 赵博士也认同弟子这个说法 他说既然是教学 就可以到学校开一门课了 弟子常对请做信念佛式的居士讲 你们怎么都是请我做法会 都不请我讲经呢 这次弟子从伦敦回到上海 在上海停留三天调整时差 接待斋主傅容居士问弟子 他做生意赚钱 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弟子答 这一桩事情在安事全书有答案 他听说非常欢喜 问能不能请敬老和尚讲安事全书呢 弟子答 是现在专讲大经科著 不讲其他的了 我也可以讲 为什么不请我讲呢 你要请敬老讲 要等到哪一年呢 傅容居士听弟子这么一说 就勉为其难的请弟子讲了 预定下个月香港法会圆满 往上海讲安事全书 今弟子由于请求 香港每年三次法会 不能只有安排居士奖金 请出家人做法会 这样会给人觉得出家人不务正业 下个月香港12月冬至祭祖法会 弟子发心带领出家为挪 阅众法师做法会 祭祖后下午的时间 法师上台轮流奖金 恭请师父是否可以慈悲授权给弟子 来安排祭祖信念法会的讲师 出家法师有奖金做法会 出家人才不至于只做法会 不惜惊叫 给人感觉出家人不务正业 不良的形象都是在家白衣在说法 受精云 恭敬三宝 讲经说法应该让出家人优先 这样才是恭敬三宝佛弟子 弟子这个看法请求 不知道对不对 妥不妥 合不合情理 恳请师父上人 慈悲开示辅证 公主慈安 弟子悟道顶礼 已为十月初六于台北滑藏 悟道法师 这一份奇情 很难得 是正法 他终于在金灿佛寺里头 行过来了 两百年前 四月安堂 都在金灿佛寺里头 都在金灿佛寺里头 这个话 是方栋梅先生告诉我的 他实在给我讲 这俗概论最后一个单元 好像是第一天所说的 我们看他开这个单元库 很惊讶 当时我们想到 佛教 宗教是迷信 佛教是低级宗教 多神教 高级宗教像基督教里面 只有一个神 只有一个真神 没有第二个 佛教到寺庙去看 大大小小 不知道有多少神 所以叫泛神教 多神教 给人家印象很不好 所以方老师在告诉 他说你不知道 释迦牟尼 他没有说佛 他就说释迦牟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大臣经典 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 就是哲学的最高峰 说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这么谈起来的 让我们才肯听这个堂科 以后越听越有兴趣 才知道老师所说的 真的不是假的 然后就告诉 你要想学佛经这些 现在寺庙里没有了 告诉我 两百年前有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现在出家人不读佛经 不研究佛经 不去探讨 不讲经 我们才想这个道理 那就问他 那想学到哪里学 告诉我 今天 一定要从今天里面 去学习 只出一条路子 我们才知道 有这么回事 中国佛教变成金灿佛死 不会超过三百年 这三百年内的死 以前没有 因为我们看到 像清朝 康熙乾隆 乃至到家庆 佛教都非常兴奉 讲经的法事很多 讲得很好的 著作很多 非常丰富 那是真学文 真功夫 那不是假的 可是到以后 道光以后 道光 以后就是 咸丰 咸丰的妃子 就是慈禧太后 大概都是在慈禧太后 对于传统文化 对于宗教教学 很没兴趣 他真没兴 你看 在这之前 宫廷里面的大寺 遇到困难了 召集大臣 还有这些宗教的传教寺 这些大德 赵秦离到宫廷里面开会 听人 不听神 慈禧之阵之后 他不喜欢听这个 这个 会议就解散掉了 他遇到困难 他们说 复乱 夹击复乱 这对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清朝亡国是亡在复乱上 慈禧和慈禧谁都不听 听神 听鬼神 鬼神 不太灭亡 这这段历史 我们才知道 那个伏击灵不灵呢 小四很灵 大四不灵 那是吗 鬼神 父子就选上 他有一点小神通 很近的事情 小四 他知道 远一点点 大四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谁乱说 你上了他当 被他欺骗 你找不到他 你无法奈活 这个要知道 那么我们 一年 定这个三次基础 是提倡小道 两次就够了 我说还要三次 现在人不孝父母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多了 我们就希望三次提醒 应约三次提醒 用意在此地 别善小危险 中国传统文化 孝是核心 一个孝 一个金 孝是文化的根 敬是文化的本 孝以父母做代表 金是以老师为代表 孝亲尊私 是教育的大根 大本 那么 悟道法师 这个建议 也太好了 你们做的一套法师 你们法师说 讲什么 就把这个法师 讲清楚 讲明白 把三十新年法师 这个法本 详细给大家介绍 这里面有 阿弥陀经 就可以在这个几天 把阿弥陀经也讲一遍 阿弥陀经 是小本的无量寿经 很难得一年 讲三次阿弥陀经 好啊 那么再讲一些 真正孝亲的故事 特别是讲 小子 学生 尊私重道的学生 他们的国保 反面的不孝父母 无虑父母 不尊敬四丈的 这两个也对比 这个故事很多 故事后很多 现在也不少 把它收集起来 来做报告 我相信效果一定非常圆满 就从下一次开始 下个月 现在是 十一月 好 从十二月 我们这一次合同开始 希望到处做一个充分准备 这个弥陀经 有四个注写 权威的注写 我们过去印了三个 黄念老知道了 他在静修节要讲过 希望四个印在一起 我们满他的愿望 四种注写印在一起 莲池大事的苏超 偶叶大事的药解 游戏大事的袁中超 还有亏及大事的 他是法相为失踪的 他有注写 叫通战术 无量这个 阿弥陀经通战术 是过去我们学习过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我们有 把它四种印在一起 这个这一次来不及 明年春天 这个看他们的印出来 在大会里面 奉发给大家 很殊胜 很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